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娘子 怎么不吃啊 是菜不合胃口吗 这是王大厨特意做的 还是县衙的饭不好吃 要不这样 明天 我亲自给你送饭去 没有 我心里空了了 你给我盛碗汤吧 娘子 是不是有人惹你不开心了 是不是那个唐飞龙 我就知道是他 你不说话就是他 好 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去 好了 怎么了 你几股明渊去啊 我现在只想安静地吃点东西啊 娘子 如果我以后要是再知道唐飞龙欺负你 我一定要让他知道欺负你的下场 好 既然娘子想吃 那我今天就陪娘子一吃方休 朱大聪 你还挺仗义的 你平均 Kane 要不然 你就死了取我这条心 咱俩一结金蓝辱好 我一心想娶你为妻 你却拿我当姐妹 不带这样的 我不能在家里难过 卿城会担心我 也不能在县衙里有情绪 现在黄金案要紧 如果因为男女知识 弄得县衙鸡飞狗跳的话 一定会影响大人的 我明白 但凡动了真心 谁又会不在意 这突然出现的第三者呢 可是你有将心比心过吗 娘子 我和江小姐一样 都是你们口中所谓的有情人 抛弃的可怜人啊 可是感情的事是不受控制的 要是能控制谁还当着可怜人啊 你们两情相悦最伟大 我们喜欢你们难道就伤天害理了吗 为什么就活该被嘲笑 被瞧不起 我是知府之子 江小姐更是将门之后 不要面子 不要尊严地跟在你们后面 为的不就是 你们这些有情人 偶尔记挂齐的这一丝丝 垂怜 和这一点点希望吗 可是大聪 我从一开始就跟你说得很清楚 我明白 我说这些话不是为了想让你对我说什么 而是我希望你能够真心体会一下江小姐的感受 你知道你每一次拒绝我的时候 我心里都挺难受的 我知道 你以为我在耍宝 但我又明白 我那个时候有多难受 江小姐被拒绝的时候就会有多难受 更何况她还是个女子 不说了 喜欢你是我就有自取 我的错 自罚 我今天只想来给你简单吃个饭而已 算了 我出去搜搜 天色晚了我陪你 不用了 你怎么来了 大人 我用带来的丝绸料子给大家做了一些新枕套 已经给阿易们分去了 想必你不会喜欢那些喧闹的画色 所以我挑了些肃静的给你 不要怪我自作主张啊 好